2017年,一位年仅8岁的小女孩无助地躺在手术台上 她的身边还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中年妇女 随后,医生将冰冷的骨髓针扎进她的胸口 小女孩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 但她却始终喂出一声,只为了让身边的人安心 她究竟为何遭受这样的折磨? 她与中年妇女又是什么关系? 本期《紫牙童剧人物》即将带你了解事件的真相 女人名叫巴莉莉,山东寿光人 她与丈夫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 还生下一个可爱懂事的女儿 孩子的到来让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幸福将持续下去 可惜天不遂人怨,女儿六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 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失去心爱的女儿,巴莉莉和丈夫经历了漫长的煎熬 幸运的是,巴莉莉35岁时再次怀孕 一位小天使的到来成为家庭的新希望 夫妻俩在女儿炫炫的降临中 将对已故大女儿的爱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炫炫也在这样的温暖中茁壮成长 炫炫的存在成为抚平创伤的力量 一度失去的幸福重新在新生命的陪伴中焕发 这个家庭尽管曾被悲伤笼罩 却因为新生命的到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然而,命运的轮回在炫炫八岁这一年 再度降临到这个本已多灾多难的家庭里 2015年6月,巴莉莉的心情其实非常不错 因为女儿过分的懂事 让她几乎不用操太多的心 可虽然事情不多 她却感觉自己十分疲惫 不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无精打采 起初,她并未太过在意 只是将这种疲劳归咎于晚上的睡眠不佳 认为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休息而导致的身体疲惫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巴莉莉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她身上开始出现许多红点和淤青 这些异常症状引起了丈夫消伪的注意 在她的坚持下 巴莉莉终于不得不踏入医院接受详细检查 而当医生揭示了检查结果时 巴莉莉陷入了惊恶与失色之中 她竟然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一种罕见而凶险的疾病 一旦被这个疾病盯上 患者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感受到身体的急速衰弱 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 瞬间改变了她和家人的生活轨迹 不愿相信这个结果的她们 接连前往多家医院进行检查 然而,无论在哪家医院 结果都是一样的 面对这可怕的诊断 医生表示不要放弃希望 只要积极配合治疗 这个病还存在着好转的机会 而最有效治疗方式是骨髓移植 只是骨髓移植的难点在于 很难找到匹配的骨髓 许多患者即便度过了漫长的等待 最终也未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骨髓 这使得治疗过程充满了 无尽的挑战与困扰 在得知自己 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那一刻 巴莉莉的内心被恐惧与绝望充斥 她难以置信地意识到 自己即将面临病痛的折磨 然而逃避并非解决之道 巴莉莉明白 逆境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勇敢地面对 在丈夫和女儿炫炫的支持和鼓励下 巴莉莉找到了积极治疗的勇气 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病魔 或许正是因为家人的关爱 巴莉莉的病情在接下来的治疗中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即便经历了艰苦的化疗过程 她还是成功地走出医院 这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是哪些未曾亲历的人难以理解的 虽让她感到欣慰的是 六岁的女儿炫炫也变得更加懂事 她不仅主动承担起照顾妈妈的责任 还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巴莉莉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和关怀 成为巴莉莉战胜病魔的坚强后盾 就在一家人松了口气 以为厄运已经离去时 命运却以更加凶险的形势再次袭来 在2017年2月 巴莉莉的白血病竟然复发了 即便经历了多轮的化疗 医生表示病情无法遏制 眼前唯一的治疗途径就是进行骨髓移植 为了挽救她的生命 巴莉莉的表哥 表弟以及其他亲属 纷纷前往做骨髓配型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 没有一个人的骨髓匹配成功 在面临着白血病的无情摧残 巴莉莉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于是 她便趁着一个人在家的机会 仅仅留下一封令人心酸的告别信 随后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幸运的是 回到家中的丈夫 即使察觉事情不对 她毫不犹豫地带着年幼的女儿 眩眩四处寻找巴莉莉 就在一家人四处寻找的绝望时刻 萧伟接到了妻子巴莉莉打来的电话 原来 巴莉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决定最后一次听听丈夫萧伟 和宝贝女儿眩眩的声音 当电话那头传来巴莉莉的声音时 萧伟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她哽咽着说 你这一走 我和炫炫以后该怎么办啊 这句沉痛的呼唤成功地拉回了巴莉莉的心 也挽回了她的生命 最终 巴莉莉平安归家 全家人欣喜若狂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 随后医生们费尽心思找遍了全省的血型库 却无法找到与巴莉莉相匹配的骨髓 此时她身边只剩下年幼的 炫炫还未进行匹配 然而巴莉莉不愿意年幼的女儿承受这样的痛苦 她坚决反对 然而 当炫炫得知这个情况后 坚持要做匹配 她说 没有比失去妈妈这件事 让我更加痛苦的 如果我的血型可以 我一定要救你 我们全家人要一起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一个八岁的孩子 居然有如此坚定的勇气 做出这样的承诺 最终 巴莉莉和女儿做了配对 虽然炫炫的骨髓配型 未完全匹配成功 但足以达到捐献的标准 这个本部应该承受如此重担的孩子 却因为母亲的病痛 选择担起了沉重的责任 这种坚强和无私的付出 让人不禁为她的勇气和爱心而动容 为了尽快达到身体条件可以捐献 炫炫主动吃一些不喜欢的食物 来补充营养 医生还为她注射 促进白细胞生长的药物 炫炫经常要忍受药物反应和身体的不适 却从未向任何人透露一句怨言 在母亲的面前 她都是微笑着安慰悲伤的巴黎礼 再痛再累 她也咬牙坚持 手术当天 母女俩一前一后进入手术室 由于炫炫是小孩子 不能全身麻醉 因此 她必须在清醒状态下 忍受着骨髓移植 带来的巨大痛 可是手术过程中 她始终没有哭喊 表现得异常乖巧 为了拯救妈妈 她什么都愿意做 在场的医护人员 都背着八岁女孩的勇气感动 令人庆幸的是 在所有医生的努力下 手术非常的成功 巴黎礼终于可以摆脱死神的威胁 炫炫也不会失去妈妈了 经过漫长的观察恢复期 巴黎礼和炫炫终于健康出院 带着无比坚强和勇气的微笑 这一切让所有关注 这对母女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目睹着她们走过生命中的波折 也为她们的幸福 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时间过得很快 在2018年 巴黎礼和女儿炫炫硬腰 摆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全场都被这个勇敢 坚强的小女孩感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巴黎礼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彻底和血癌划分界限了 而已经是初中生的炫炫 她的理想就是成为血液科医生 去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痛苦 而巴黎礼和老公 决定开一家婚庆公司 让所有人的生活继续甜蜜下去 养有贵乳之恩 押有反哺之意 动物且然 更何况人类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优秀的传统文化 早已根深蒂固地 印在每个华夏人的心中 妈妈给了炫炫生命 反过来炫炫又给了妈妈生命 续写一辈子的母女情 风雨已过 彩虹已现 让我们祝福他们一家三口 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